各位早晨,如果是香港的观众,应该是早上十点多提到的 这张照片好像够了一点点 跟今天我讲的新闻有什么关系 我首先要讲一讲,大概在2003-2004年左右 如果是中... 我脑袋会变成装了一些胶的东西 那时中国有一只肥子叫金康拉 金康拉...金康拉... 不是金康拉...是垃圾的垃圾...金康拉 金康拉就说... 他找个鬼佬的照片就说... 哇,这只肥子很厉害的 全世界人搶着东西的光光很厉害的...金康拉 那金康拉... 那结果就成... 当然... 在外国就没有一只肥子的肥子叫金康拉... 整件事就变成了一个垃圾... 变成了一些人... 用来耻笑的对象 我怎么这么鬼佬... 金康拉...这些事情... 出现呢... 那... 这件事是这样来的... 金康拉...这件事就完全是... 一宗笑料... 那时... 2003-2004年... 那... 那... 我由这个这么交的词去开始... 就是... 因为中国近期就毅托... 一个瑞士学者... 一个... 紫虚... 就是... 这个... 赤... 紫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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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虚虚... 不知道是紙烏虛偶 總之是一個不存在的瑞士學者 在戲劇中搞偽情報 結果是瑞士豬話 大使館就頂不住 去檢查記錄 瑞士人很認真 說沒有這個人 瑞士 後來大家都知道是偽情報 中國官方傳媒放偽情報 你問魏托這個鬼佬 來幫中國共產黨某些事情做了一些論據 有些人說是金康拉 金康拉那些民間不是硬膠的東西 金康拉沒有東西 如果你覺得金康拉是辣膠的話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江澤民應該有個人出過那本書 後來那本書是假裝德國人寫的 但是後來大家都知道 那本書根本不是德國人寫的 我想如果一些對中共黨史研究的印象就知道了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出版的時候 就是偽託一個不存在的德國學者 叫做諾伊林格爾 就是分析中國經濟問題 其實黃先生那本書最重要是為江澤民的政策做一些理據 當時江澤民還叫人說要買這本書要看 當然江澤民自己應該知道這件事是造假的 後來那些人在亞洲周刊查 那些亞洲周刊都不是完全賣屁 那本書一查就發現 德國學者就沒有了 黃先生自己寫就有 所以後來這本第三隻眼睛看中國這本書 就變成一本 偽託之書 這就是中共一貫以來的方法 其實就是偽託一個洋出來 然後去為自己的一些仆街政策做依據 到偽託一個洋牌子出來 然後為自己的仆街產品做依據 不單止民間有政府也有這個行為 這個行為真的差不多無日無日 所以我說這個是現在中國共產黨毅托洋 洋人的交史 其實你跟中國共產黨交手這麼多 如果你研究黨史 研究得夠久 就知道 這種偽討的手法很普遍的 告訴你 中國共產黨真的以為現在不是網絡年代 就可以用這些手法來騙神騙鬼 當然不行 你這樣一下 你有沒有那個學者 那個鬼老學者 喂 一查就查就查到 現在會不會網絡年代 但是 很不幸 共產黨就覺得這種 騙神騙鬼的方法是有效的 所以就搞出這種事 所以這次就變成這樣一個笑話出來 就是他當一些人不熟 這些東西 其實有一個特色的 其實 其實香港政府也有做這些混蛋的事 我說給香港政府 我也說了一個實際經驗 我稍後 他們這種做法是這樣的 看到伊林格爾 用第三隻眼睛看中國 是用德國學者的名字 接著 這次他用的是瑞士學者的名字 為什麼這麼喜歡用德語是國家呢 原因是德語是國家難搞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熟德語是國家 所以你看到民間都是這樣的 例如黑寮潭倒閉了 接著就有一條混蛋 就弄了一個東大黑寮潭出來 黑寮潭那間巴佛亞公司倒閉了很久 找不到記錄的 那些記錄很難找的 就是要在疫情之後 坐一次火車 要坐一次火車去巴佛亞公司的行政法院 找回那間公司的記錄 可能要找回後人 甚至看看公司的商標資產 當時怎樣執行 這是要一些功夫的 就是說 是否只剩下黑寮潭的方法 正式的方法 或者是正式的商標出來 沒有說不行的 這就是看他當年清盤那個市 有沒有留下腳毛可以用 或者是相關的行政法院 有沒有保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令到可以 不要再讓那些人用什麼 東大黑寮潭邀名而來玩 但是為什麼會用 就是由威奧士到東大黑寮潭會 都這麼喜歡用德語系 因為德語系 在華人來說 表面上覺得德語系很難搞 這才是問題 所以就容易 怎樣 容易製造一些迷霧出來 就是因為 因為你這樣 以往那些人對德國覺得很神秘 尤其是我想 你為什麼黃先生要用樂伊林格爾這個名字呢 那個年代 你不要說中國 香港我認識的人 有哪幾個在中大讀德文 我那個年代讀德文的人很少 更不要說去德國讀書 超級少 你簡直覺得那個是怪談來的 正正是因為這種情況 所以中國人是拿德國來下手的 因為覺得難查 所以你問 為什麼會有威奧士 威奧士其實他是買了 附近一間 又是那些老牌企業 老牌企業 德國有一個品牌的 也有廠的 但是他就買回來 然後就扮德國廠 通常都這樣做 通常很多都是這樣做 嗯? 威奧士也是這樣 然後你問 東打黑寮潭 還省水省力一點 就是明知黑寮潭 只剩下一個公司 那直接就做一個拼音名出來 那些已經是 造假不打 不打草稿的 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東打黑寮潭 這是整個中國 中國人覺得 德文是一些魔法語文 其實德文不是魔法語文 我告訴你 德國的東西 其實是很 straightforward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中國 華人不知道為什麼 德語的恐懼 覺得那些是天外其談的東西 又不敢找東歐的東西 因為東歐那些 其實就更加是天外其談 覺得不夠high class 然後法國的問題就是 法國太多人懂法國的東西 甚至就是 你法國的東西 你香港人一堆人懂法國的東西 然後 你找個越南華人 那些 大佬越南華人的 很多都懂法文 大佬一頂一頂叫 拜拜 所以他就找德國 因為德國最重要的是 德國小華人 那變成就怎樣 知道會篤穿你那些 壞東西 那些不容易 但是後來呢 他們就不敢再找德國了 因為德國玩硬了 德國你這樣 幾次 黃山又玩了一次 威奧士 大家都知道威奧士不是 不是一個正式的德國牌子 對不對 又已經摔了一次 黑寮潭又摔了一次 你這樣摔了三次 喂 大佬幾摔三次都很難看 所以 最後 就開始找瑞士 再向瑞士下手 因為瑞士更複雜 瑞士 因為瑞士是三語國家 它有意大利文 有德文 有法文 它就以為 德文找不到 不要緊的 那你就去找 意大利文 或者法文 更難 更難找 中國今晚的造假 政府造假 都認識一些東西 我不可以說他們不認識 認識一些東西 那又怎樣 就覺得瑞士找不到 找不到那個人 他可以過骨 誰知道 瑞士要好 本來就看中國不順眼 瑞士駐華大使館 認真又怎樣 但好像電腦年代 我啪個掣就知道 瑞士全國的網絡 裡面有沒有那個人的名字 一查 摸你的街 根本沒有這個人 是這樣的 那件事 是這樣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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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什麼 今次中國玩fake news 結果就是學人中害己 結果就是 你自己整個 新聞傳媒的公信 就一次都沒有了 就是這樣 因為你不偶 你中國都有這種習慣 你不說中國就是 特區政府也是一個習慣的 特區政府當時 說什麼 外國禮止 外國禮止 經常都很喜歡說這些 我想我程車式事立法 那時候 我很有經驗 那時候 他說外國禮止 我小心 外國禮止 就是你原本有一條坡 那我看回那條坡 他說 抄多人多 那我看回多人多的條坡 那條坡 那條坡有很多 譬如你醫生 你裝藥 你車上裝藥 是有医療 你天氣熱過 某個溫度 又有医療 你天氣冷過 某個溫度 亦亦有医療 就是 李邱藤華和我說沒有医療 你擺明句話怎麽說謊 我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才決定入申請給立法會 他說人多倫多有ABCDE那麽多的豁免 我說我們如果真的照抄多倫多,我們就應該要將這些豁免加進去 所以那個酷熱天氣警告豁免,即後來變成惡熱天氣警告豁免那件事 是怎麽來的呢?就是這樣來的,我告訴你 就是豁免說很多時候抄什麽外國,你只抄一半不抄一半 我頂你的肺炎,即是你捆我嗎? 你選擇性抄的,你好美,你當我流的 我就拿回多倫多條法律的原文進來 立法會,是這樣的喔,應該 那麽壞,他咬不到 是這樣的,大哥,我不是,I am not Canadian OK? 其實支持香港這麽多加拿大人,應該怎樣 加拿大的公民出來吵架,邱騰華到天下太平 但你見到一件事是,沒有人去認真做這些事 那結果,邱騰華在一身 其實很簡單的,中國已經偽託洋人那些 騙人,騙神騙鬼的做法很簡單 你有人,現在,這個年代,你怎麽騙到人呢? 我在網上搜尋,我都知道有沒有那個人 或者那個,那個洋人傳不傳 就是你學者很公開的 學者很公開的 那次,有沒有那本書,有沒有那個人 那問題就是,你見到,你沒有進步過中國 就是,你中國沒有進步過 基本上就是換了國家 但是,守法仍然是維持在 江澤民年代,黃山 這個伊林格爾,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玩法 那問題就是,你這種玩法 九十年代初,或者還能玩 因為九十年代初,那些人 我誰知道什麽叫德語,是國家 你自己知道又沒有嗎? 就是以前,你除非是德國留學 否則你不會知道什麽叫德語,是國家 而且,老實說,那時候 剛剛那個人得統一,你還有一些DDR 那些人,DDR裡面 有一些強硬派,都是很撐動 中共產黨,那麽不出奇的 好,在DDR裡面,有些人 讀作short了,那些怎樣 他仍然覺得,前東德那套是正確的 那時候是有些硬派,是有些交人的 好,成果,你以為幾不會 那時候,Titanic那本雜誌 那本惡搞雜誌,走去 最惡搞的做法,就是走去請 東德電視台那個節目,叫做黑頻道的節目 那些人,那些人經常會剪輯西德的新聞片 然後走去,讓人家的那個人 你不如跟我做一式一樣的惡搞節目 惡搞專頁 那個人擺明是玩他 Titanic那本人擺明是玩那個人 擺明是從惡搞到惡腳 我請你們給我惡搞 已經去到這樣的局面 你知道Titanic那班人 Titanic那班人,其實就是開森鬆的那班人 是那個人來的 那個惡搞圈子不是很大的 我告訴你 那那個年代 那些人都未必完全懷疑 如果不是當時亞洲周刊追下去的話 就沒人知道黃山自己扮德國奧 在那裏寫了一些 而且他那時候寫了一些筆法 露了底 不像鬼奧寫的 像中國人寫的 那些中國羅緝一看就看了出來 所以就被人讀爆 那但是 喂,現在什麼年代阿哥 喂,你DDR都消失了 我還要玩玩瑞士 好玩玩玩瑞士 瑞士都一定會說 喂,哪個學者這麼有空 那麼瑞士政府一拍機 一拍機就知道 你這個藝莊 你這個人 聽不懂 你這些玩 你這個玩爛了個小 玩爛了 整件事 所以你問這件事怎麼變成教士 當然 你也看到就是中國人搞廢話 是很喜歡搞廢話的 中國那些五毛的問題 這個就是 就是為什麼 有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我經常都要怎樣 每一集都去打 無神任者的巴別塔 有一個叫肥亨那個牛精 那個黑警卷 很簡單 這個人在每個帖子 不斷寫黃世辰 不斷無緣無故把我和牛世良的名字 在Facebook那裡 他是做SEO的事 是我來抹黑我用的 你供應用程式的那些技量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很簡單 我報復很簡單 叫大家不要報大通 甚至就是應該向大學通識報投訴 為什麼還要請這傢伙教大通 真的很簡單 對付這些人 直接了當的方法就是這樣 對付他們 就是說 中共一向都是 它的Facebook的誓言 就是網上很多五毛 人多勢眾 然後為什麼呢 就做SEO 然後就想著 用這個方法來怎樣呢 因為中國官方媒體 你也知道 在社交媒體來說 官方媒體出的東西是有優先權的 然後他就可以把那套版本 放在前列為止 但是誰知道 瑞士政府一出手 一打 原來做家是你 不是瑞士政府 因為瑞士政府的權威性一定高過中國政府 嘛 結果整件事就暗了 這件事就這麼簡單 你看到的 其實很多事情都很鬼的 這個世界 中國共產黨 一直都是這樣做 而且共產黨用法 這些招數就是 因為其實中國人對自己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個鬼奴過來 去扮一下 去扮一下 來騙人 如果你真的對自己很有信心 你使鬼要鬼奴嗎 對不對 香港沒有人要鬼奴去 扮自己 這些玩法 都要玩得太久了 老實說 就是因為這些 所以我覺得 這個年代 你問我 說國際其中的目的是什麼 我就不想說一些太高和古寡的國際 其實很簡單 有很多資料 互聯網一找到 很容易找到 在互聯網的年代 找到資料 最近有什麼 有什麼報導 你自己要多些查證 這個就很重要 要有查證功夫 所以有些人說我做節目不用做資料搜集 This crazy 大佬 我自己 我都要看回以前共產黨玩的什麼 我有這樣的記憶 我都要再找回一些照片 去助證 因為我為什麼現在找第三隻眼睛 看中國覺得封面 大佬這本書很久 你問一下 大佬有很多東西 我們要重新去找過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有人說 我可以 不用找資料就可以做節目 你叫他吃屎 從來沒有這件事 我告訴你 任何嚴謹製作的節目 幾個天都要再找一次資料 再確認 這是科學精神問題 真的 科學精神來的 對我來說 有些人問 黃先生要不要每次都要再找 有時候我再找資料 我都會記錯東西 你有沒有說 人我不是100% reliable 你記住 第一記住 第二 有時候有些人就經常說 我喜歡說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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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對的 好像奧運的獎牌 人軍獎牌那個 很簡單 你自己一除了這些事件 就知道 其實有網站做這些 都知道要搜集的 其實 那問題就是 有些人就要學黃毓民 扮教主 扮不及 那當然 講這個題目的 我亦都不是很想提 但是我只能說 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 人軍獎牌的數目 大致上 跟愛爾蘭和英國本土相近 夠了 但是你看到有些人 所以你看到很多 你要防止五毛 不要讓五毛誤到 很簡單 多些勤力自己去看資料 不要只信某些人 所以我這裏 我不要求各位 當我是教主 我不想做這件事 我真的 我這裏很簡單 當是跟大家聊天 分享我的看法 我是這樣覺得 我的頭髮可以是錯的 OK 有些真實也可能是錯的 有些你總之就是 如果真實是錯 我會認的 OK 問題就是 不是 去到 如果你不想 你想避免被中國 中國 共產黨 錯誤到你的話 你就要自己有個武裝思想 這個就很重要 這個 如果對我來說 就是第四節就完了 今天 我就休息了 但是呢 對大部分人來說 我想如果沒有加速新聞 我就今晚的 今晚才會再有 香港時間才會再有節目 如果有加速新聞 我就沒有辦法 有時候 為什麼我加速新聞要做呢 你不說 外面有些混蛋 這麼說 沒有辦法 我就 人 就不夠多 如果遲些人夠多 可以 足夠抗衡 好實說 如果沒有 葉普成的人 全部都清掉了 我可以說 我們打假新聞 好打很多 所以現在明白 為什麼我一定要 認識葉普成的人 還有 為什麼我這麼高調 抨擊葉普成的人 那些才是最賤格的人 好了 我講到這裡了 今晚再見 再次見到這裡了